好了,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如果来到一个充满 只是适宜战地记者来的一个地方 万一手楼上的现金不够用的话 那怎么办呢? 看来好像附近没有银行 不过竟然让我发现到 这里是有桂圆机的 这家银行的桂圆机 分别是可以用以下这些付款工具 OK 那跟台湾的桂圆机是有相同之处 就是他们不准戴头盔进去 看到了吗?不准戴头盔 所以应该是有灰露电视会录影的 那里面现在有个客人正在按钱 那我免得让他以为我脑子 我先走过一点点 不然待会让他先发制人 用格格兵的防卫術 一旦把我击戴头盔就大件事 因为我准备做一个创举 我身上只有一张卡 我现在试试看能不能用到 好害怕啊 一间房间有电视 好了 我现在试试拿我的卡出来 大家要保佑我 好害怕啊 好 我先拿一张卡 看看这张可不可以 这张可不可以 这张可不可以 不是可以的 好了 吃了那怎么办呢 好害怕啊 救命啊 我换一下勇猛 做YouTuber 做到这样 OK 先试试看 OK 好了 试试看 这个密码就给你看了 咦 可以啊 OK啊 可以 好了 试试 那些我 在障礼 要收取 存款 必须为500元的倍数 买多少呢 买多少呢 买3000 100的配數它是做小數點後兩個零給我做什麼呢? 好,接著是什麼呢? 接著應該是這個 輸入 接著按什麼呢? 我提取 要不要打印要 好緊張啊 你將備 拿500額外費用 即是要收手續費 好 好 拿回卡 接著呢? 哇 成功啊! 拿到錢啊! 先拿這個收拾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寶貝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很好的示範 現在大致來到加德門都 大佛塔附近的話呢 就要不要找到這個 ATM 啊! 等一下出去看一看環境在哪裡啊! 這個ATM machine 就是在這個商場 上有Kimchi 下面有個UFO 然後有一個叫做 Chenggy Hotel 那樣 那就是這裡來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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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